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有含蜂蜜这样可以服用吗 这个血糖又是一个概念 古代有没有血糖的概念 没有的 以前有没有糖尿病也没有 也许也有中医他们研究说 以前的消可症或许跟现在的糖尿病 病名不一样也许是同样一类病 但我不认为是这样 因为血糖高才能够证实这是糖尿病 那这个时候都要一去检查的 中医是没有这个检查的 他是以妄文问切以体质为主 那这两个诊断就完全不一样 怎么会说两种是很相似的病呢 那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很简单 血糖高那个是因为异常指数的关系 那异常指数不能因为他糖分高嘛 所以不能吃甜的嘛 这个讲法我是可以认可的 但是因为要控制血糖而不能吃甜的 这样的讲法事实上是不够周延的 在我的看法比如说以原始点是以症状为主 那我发现检查异常指数 就是尤其血糖这一类的病人 他们的体质尤其热能都严重不足 那热能严重不足 我们在医疗与保健都有讲 甜酸属寒 那既然是寒 那当然就不能吃了 而且干属凉 那还有苦多属寒 那这样如果以寒来讲 那不只甜的不能吃啊 还有酸的也不能吃啊 更重要苦的也不能吃啊 然后寒凉的都不能吃啊 因为他是热能严重不足 那既然热能不足 寒凉的都不能吃 那就不只糖的问题喔 酸的也不能吃喔 苦的也不能吃 甚至广义的讲 西药都是化学品 全部是属含粮 那全部含粮 对他的体质热能是有损的 那照理西药也是不能吃的喔 那为什么很多血糖的人又要吃西药呢 因为他是要控制那个异常指数 那控制了之后吃了他就会荡下来 但哪一天他不吃了血糖就升高 那代表这个血糖的药 根本跟治疗血糖是完全无关的 只是他控制而已 不能说他能根治 所以也没有了一个人 是因为吃血糖药 而就脱离了这个病情 应该不可能 没有人吃血糖药能够把这个血糖吃喔 那既然血糖是一个异常指数 那因他是果因在哪里 热能不足跟体伤嘛 我们在疾病与衰老都讲得很清楚 那既然是这样 你怎么会再吃寒凉药 那怎么甜的不能吃 那你西药都敢吃了 怎么会姜丸不敢吃呢 好回过头来再讲 姜他是温热 那蜂蜜是寒凉的 这个没有错 那两个中和你要看哪个的 比如说他的成分 不是成分 他的量比较多 如果姜的成分 姜的量比较多 多过于蜂蜜 那就是温热多过于寒凉 那这样来吃 绝对利多于弊 那当然就这样就可以吃了 就好像我们在医疗与保健常常引说 酸辣汤 辣属热 但是酸属寒 那为什么又酸又辣 又寒又热 那到底酸辣汤是寒的还是热 很简单 你如果辣多酸少 那这个酸辣汤就温的 那如果酸多辣少 那这个很显然就是寒多了 比较偏凉了 那当然就看你怎么去解释这个 那也就是说现在的姜丸吃下去了 它还是有辣味 尤其他们造成他们这些姜丸 我吃过 还是辣多于甜 那就很明显吧 这个是温的 那你就不要想太多 那你控制血糖的都敢吃了 寒凉的都敢吃 而且吃一辈子 都在消耗你的热能的时候 那怎么会姜丸偏温的 而不敢吃呢 如果了解事情 就应该就不会担心了